观念人灵中如何让自己的心处在最亮的状态 以便能够很好地度过死亡 以及选择更好的下一个生命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让自己的心待到最高 处在最亮的状态 那怎样让自己的心处在最高最亮的状态 怎样才算是最高最亮的状态呢 这是因人而异的 每个人的能力和处境和修为都不同 那对一般人来说 他要了解他怎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多怨恨 那他就是应该让自己把那些怨恨的方向宽恕原谅 那不只是如此 甚至要更进一步地宽恕原谅过后 那只是放下包袱而已 那还要让自己的心把功德带出来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常有做布施 他可以想起他做过的最好的布施 当他异起自己最好的布施的时候 心很容易深切欢喜心 而这个欢喜心也是很殊胜的 那有些人呢 他可能有所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血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如果有所叫五戒的 那他可以想起自己的亲近戒 或者想起自己的美德 种种的美德 戒也不只是这五戒而已 其他的美德 操守 慈爱等等 那些都是有帮助的 想起来 让自己的心亮起来 那如果一个人他有修定的 他可以在那个时候 做那个定律的修行 比如说入禅定 如果他能够让自己的心清静起来 那么这个清静心 光明的心 也会让他投身到好的地方 那如果一个人有修慧 特别是有禅定的智慧的 观察的智慧的 那他可以在那个时候修观照 这个观照能够让他的心放下 不执着 然后让自己的心 在很充满智慧的状态下失去 那么他来时会是一个很忠慧 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 有种种的方法 也可以让别人来提醒自己 比如说把自己的善行写下来 或者录音去 那如果临终的时候心很弱 一直想不起 也提不起劲的时候 如果能够让周围的人提醒自己 那就很好 那这也是在经苦的时候 有一点助力 外在的助力 一些提醒 然后我们的心 也比较容易给带起来